手里一大把的新台币现金摊在桌上 别无会这里可不是银行 而市区公所为了今年的同洋礼金发放在做准备 新北市政府为了照顾65岁以上的长者 每年都会发放同洋节敬劳礼金 而这一次已经是第三年了 今年的同洋礼金将在8月23号全新北市统一发放 而今天各区公所都在为发放的前置作业进行准备 那我们今年同洋礼金的发放呢 主要是设计在新北市呢 一直到103年的9月2号设计在新北市的长者 满65岁的长者都可以来发放 我们三支区公所定在8月23号 也是明天我们就来开始发放 那是在各里定点的发放 其实同洋礼金从领取到现在 自然是一项针对老人的福利政策 不过领取的方式也曾经引发不少抱怨 而今年礼金的发放 将统一由各里的礼办公处在礼活动中心 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同一发放 如果明天长者来不及领的话 可以到星期一呢 我们上班时间到公所来找礼干事来领取 领取的时候带印章 长辈的印章跟身份证 那带领人的话 也要带他的印章跟身份证 连同受领者的印章跟身份证一起过来领 这一次的重洋礼金分成四个部分 65岁到79岁可以领取1500元 80岁到89岁以及90岁到99岁 分别可以领取2000以及5000元 而100岁以上则是有1万元 而曲公所表示 如果当天没有来领取 依然可以另外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到曲公所领取 希望能够将这个礼金送到长者手上 当他们实质地想要到这项福利 记者许多安一三支采访报道